那我相信是我媽留給我的 那時候沒有錢拿去賣掉了 為了生活沒辦法 但玉佩應該還在 玉佩不知道說到哪應該在 還在美國的家 當然那個金鍊子那時候沒有錢已經賣掉了 對不對 對啊第一張跑步的是 就我習慣跑步啊 我每次到秋場前就會先跑步 周德森這個人習慣問題 成功的人找機會啦 失敗的人找藉口 所以我找機會跑步 好不好 所以我 所以輸了才會有藉口 所以浪漫只是最先到那邊跑之前 習慣啊 沒辦法啊 什麼都不懂 被翻譯載了就要去啦 然後坐在休息室 這也沒什麼啊 就我一個人 所以你看太早到了 晚上的比賽你看那麼亮就 就已經到球場了 對啊 然後In and Out嘛 In and Out你知道啊 就是美國最好吃的漢堡 浪漫最喜歡哪是漢堡 Double Double Animal Style Animal Style 你聽得懂嗎 我也不會拼 Animal Style Animal Style 就是 Animal Style A-N-I-M-A-L-S-T-Y-L-E 反正他就會加一些美乃滋啦 然後反正熱量爆表的那一種 但是蠻好吃的 下次你有機會再帶你吃 他們都現炸的 他們是現炸 那現切 現炸 所以 比較好吃啦 比較不會是炸起來 放 然後其他上面就是甜點啊 美國就好吃的就是甜點 你幹嘛都一直找我跑步的咧 好像也只有跑步的功能 開完刀之後 這應該是開完刀 錢 這應該是開刀錢吧 這應該都是開刀錢 對啊 然後做一些訓練嘛 也沒什麼 然後冰敷 你看他說體格就不錯 那我相信是我媽留給我的 然後說沒有錢拿去賣掉了 為了生活沒辦法 但玉佩應該還在 玉佩不知道說到哪應該在 還在美國的家 但那個經驗子 他說沒有錢已經賣掉了 你看多可憐 買漢堡 他說都是特價 特價埋起來 動來忍痛哭 所有的球員都會這樣子 我們小聯盟他說都會把漢堡 埋起來 動起來 好像一格 一格好像四十九剩吧 對啊 兩個一塊錢 所以買三十個 人在 人 人弄在冰箱裡面 吃 小聯盟很辛苦啦 那有光鮮亮力 你就看那麼多 去了兩年 三年就回來的 那有光鮮亮力 我跟你講 你要成功之後 人家才會探討 你之前做了什麼 努力不一定會被看見 但努力是最基本 你不努力怎麼會被看見 所以小聯盟其實 很辛苦啦 比賽的勝負只有兩種 跟人生一樣 對不對 你要嘛 贏得勝負 獲得 掌聲 要嘛 你輸掉比賽 但不留遺憾 好不好 所以最好的話是可以做到 贏得掌聲 又不留遺憾 那其實 你在面對這個比賽 或是面對你人生困境的時候 你就會找出 新的方法 但這兩個的前提 都一定是要 保有熱情 全力投入 你會不管你人生 還是比賽的輸贏 你會從中間 享受這段 這段過程 OK 這實在話 好不好 我也是在嘗試 你看 所以看我們 小聯盟打了七年八年 如果沒有保有熱情 我跟你講也撐不下去 所以很多人問我為什麼 可以撐那麼久 廢話 就不能回來 回來就要當兵啊 把我的感動還來 把我們那時候去 不能每年回來 所以你看我剛去就 在那邊待了六七年 但這六七年 辛苦 自己承受啊 自己選擇入不來 但你看其實 到最後結果是好的 也因為有那 那六七年的 辛苦 才會累積我現在 這麼多的新經驗 多年新的經驗 就是 可以 常常跟 人家分享一些小故事 所以 龜兔賽跑的故事 聽過沒有 烏龜是怎麼贏得勝利的 他是擁有的 老闆 高中的時候 就是 畢業就直接投入 去美國嘛 那時候的 餘潤壓力 看你打了 老闆的課 輿論壓力 也不會有餘潤壓力啊 那時候就是 被罵而言 然後輿論壓力 當你做了一件 沒有人做過的事情 你去挑戰某件事情之後 一定會有一些 一些紛爭 但總是要有人 第一個嘛 對不對 但 第一個 不一定是最好的 嘗試 但它一定是一個 最好的開始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 我們起碼走過這條路嘛 其實也幫後面的人 有更多的 更多的方向 我們也蠻感謝 陳金鋒學長 他去美國 才會知道說 其實在美國 大力盟這條路是可行的 我相信他如果沒有 當初沒有做那個決定的話 我們不會有美國這條選擇 我們應該就直接去 所以也謝謝他 也希望未來有更多人 可以 可以持續的去挑戰 自我 不只是為了台灣啊 不是 我覺得這段落 是代表你自己啦 大家多支持運動員 就像我們現在在做一些 運動發展協會一樣 其實蠻多運動員的小時候 是真的蠻辛苦的 但就像我講的 你一定要成功 你才會被人家看見 你背後的努力嘛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成功 在人生這條路上 得到自己想要的 不管是 成就啦 或者是 你付出的所有的東西 都希望他們可以 慢慢的回歸到我身上